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讯有齐折 但总是要起行那一步 究竟是怎样的呢? 程序应该是怎样才做? 现在我就很快地讲一讲 整个程序是很简单的 其实差不多听我这样讲 你已经很简单就可以做的 第一,你必须要先做功课 就是你要去哪一区? 你需要找校网找工作? 你选择那一区 找校网的话不一定找Bang1 因为一定找Bang1的话 价钱贵,无论你租买都好价钱贵 以及供应紧张 你未必找到 所以好像Anna那样 为何我们要访问Anna呢? 就是要让你知道 现在她有真实的个案的程序是怎样的 假设你不用在Bang1 你去找二、三线的学校 其实已经可以了 那里的价钱 无论租买的价钱 以及供应应都是足够的 你找了你心意的地方 然后就在网上去租Bang1 也好租Service Apartment 好像Anna那样 买机票当然就是这些不用说了 搞定这里了 那当然了 你买得机票 你就一定解决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持有一个有效的旅游证件 即是如果你是有一本无效的 过期的Bang1 你就保持住 然后拿一本有效的旅游证件 哪怕是特区护照 就可以飞过来的了 加上你在香港租Bang1 或者Service Apartment 所以你过来的 第一个星期 是不会有问题的 是不是 好了 过来 要不需要先在香港开离岸户口 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必要 没有这样的必要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开离岸户口 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在香港 将你要可以调动的钱 转成外英镑 然后放在你的中银也好 什么也好 放在那个外币户口 即是中银的外币户口 然后你记得一定要开通网上银行 你要问清楚你的分项 是否可以过到钱 在智能上过钱过来 还有你可以到其时在网上加户口 即是加任何一个外国的户口 一定要开通这些 那就行了 然后拿着大概一万几千元 现金 正如之前说的 万一有什么事 过来这里 在你住的B&B也好 Service apartment也好 过一个星期 你就在你那边去找租盘 或者买屋 通常都是找租盘 长期租盘 因为买屋都不是一时半刻 你先找租盘 找租盘 另外你就要代定 或者你可以调动得到的钱 其实都是代定 半年的租金 因为你上网知道半年的租金是多少 你最好就是代定 或者你有办法在这里 按得到那个钱 或者HSBC也好 拿得到的 这样也好 怎样也好 我不知道 有些可能滑卡滑得到的价钱 不知道 总之就是你要想办法 那块钱 如果你有半年的租金 然后兜兜地打下去 给他 通常那些业主 都会肯租给你的 因为他先收了钱 有半年的租金 另外再加一个月按金 好了 你过来 然后那七天 即是一个星期里 找租盘 应该找得到 就急些 好像Anna 都要紧张些 找了长租的地方 接着就可以拿地址 找学校 或者是拿地址 去开银行户口 开了银行户口 因为你有半年的时间 你大把时间 去开银行户口 是不是 然后也有大把时间 去找学校 那你就去报 去找学校 这些就是到时才说 这条片 我起码粗略地说 你可以先如何执行 然后你要买屋 在那半年 你就要紧张些 去找屋 去看屋 是不是 如果在这段时间 你香港还有一些东西 还没打包过来 通常都是这样 你没理由直接在香港 立刻 那么夸 你未必在香港 已经打包了 最好 就是 有一个人回去 去处理香港的东西 这个是最完美的 但就要扔下 另一个人 和子女在这边 但是如果你说 你早在香港 就已经执行户口 如果你在香港 没什么 你就可以在香港 执行户口 扔下来 因为地址 是不需要交给 全公司住的 因为你预计定 我们是这样 临尾出门 真的要搭上飞 我是这样 最后一转 走过来的前几天 两天 那个我们的单位 就运手了 然后就躺在地板 或者你外面租酒店 如果是香港便宜的 租酒店 租两天 小小的 四五星 接着 房间交给 处理文件 总之你预计两天 三天 处理完 就坐飞机过来 你那些行李 你那些加司电器 是不会这么快 运到过来 是差不多一个多两个月 即是说你到了一步 还有一个多月 你玩的 所以你到期时 如果我现在说 如果你一加 这样处理完 才过来 你可以这样做 然后过来 找到租的地址 那个地址 你才给船公司 都赶得及 如果不是 如果你想再理想些 不过就要丢下一个人在这里 如果你的子女大大 就不怕 对不对 有一个人回去 就处理银行的东西 处理银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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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断租银行的东西 也好 程序就是这样 另外因为你这边商 已经找到屋 长租了 你已经开到银行户口 那你就可以将香港银行户口 那些东西 NPF那些东西 全部熟了出来 对不对 因为NPF又要有这个地址 其实这样是最好的 最畅信的 因为你到时候就可以有一个人 其实你可以预先有一个人 授订权给另外一个人去搞NPF 那些东西 所以如果你是有夫妇二人的话 其实最好就是一个人飞回头 你说浪费机票 不要计较这些东西 它都处理了 清理好了 接着就另外一个人飞过来 就干干净净搞定香港的东西 NPF都熟了 好吗 加上 其实有一个好处 如果有些人买楼 你会担心 在这里买楼 那香港的层口怎么办 香港的NPF NPF怎么办 因为你在这里未正式 下年一月才是正式B&O 申请B3 在未正式申请之前 你在这里只不过是旅游签证 所以对于香港所有的物业买卖 物业赚的钱 或者什么股票也好 什么都好 你结束了它 你真的不需要向英国报任何东西 因为我都未是你公民 亦都未有你的居住权 我还是一个旅游身份 我跟你报什么 其实最好就是这样 在下年一月之前 清理香港的东西 你就不用在那里矛盾了 要不要报报税 我那里熟了的NPF 或者支撑的KID卡 不用搞得这么复杂的了 我可以暂听自帖 可以跟你说 因为你都没有这样的正式去报 他说你报什么 你是什么身份去报 你都没有资格去报 所以整个程序 希望我现在是有没有遗留 我应该没有遗留 那就很暢顺地 很快地说一说 你是应该可以怎么做 顺带一提 现在整个局势都不知怎样 英国有这样的反应 中国又可能会有其他反应 所以如果比较我 我都会尽快做 我都是那句 没什么特别 如果不是在香港 太多东西去掀柑或者之如此的话 那就行的了 你给我就可能会 拿着旅游签证过来先 下年1月就在这里去转 将BNO转签证 希望大家继续订阅我们 接下来我们会一步一步再跟进大家的情况 记得加入我们的标 先扒文 以及看完我们的视频 才能不让你发问题 尤其是MSN 讯息给我的人 除非你是很特别的例子 其实很多都是一般性的 可以在一个公园里面交流分享 因为你都知道 我真的一个人 你们不是不信我是一个人 你以为我是团队人 我不是团队公司背景 所以你要知道 当你们这么多人的时候 每人一个邮件 一天弄几十封 我都死定了 或者说几十个短信息 我都死定了 所以有时候我回覆你们的时候 我会很简短 一句或者短信息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礼貌 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居不得已 可能都很简短地回一回 我都不 那些邮件 我都不说上款下款 那些什么东西 就当短信息 打了那几天就算了 那没办法了 那你们都拍烂当 尽量入国交流 好了 下一条影片见 拜拜 我们现在就向两班人招售 一班就是 现在已经住在英国的 本土的香港人 希望你们能够 随着一个义务的心态 帮助一班 将会移居来英国的香港人 能够尽快适应 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提供一些资讯 在各地不同的一些切实的情况 另一班人就是 你将会打算 打算移居来英国的香港人 那这班人 就希望你 进入我们的公司的时候 你必须先回应一下 对于我们的义务的问题 如果不是 我们就很难去批评下去 另一方面 就是你进入公司之后 你就不要先问问题 你就请你先看完我们的影片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影片 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 你看完这些影片 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的群组里面 有20多项专项 例如 专例讲学校的 怎样讲学校的 要么是专例讲BNO 甚至是专例讲物业的 那你就将你的问题 散开这些专项 进去里面 先问 因为之前你的问题 应该是 有些英国人 是回答了其他人 也都留下很多资料 以及一些网易 网站 或者知语此类 譬如犯罪率 那些知语此类 就不需要再问了 你自己去打 你要的地方 就可以查到 好吗? 那就记得 Subscribe我们 Like我们 和Share 那些讯文字 都在订阅中 听说明 对 有些人 全卖 我们有些人 就会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